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宣布參選後 行程一檔接一檔 南下彰化和農民 在地企業家近距離座談 但還是被問到 跟高雄市長韓國瑜相比 誰的酒量比較好 這個我之前講的 令狐冲之所以為令狐冲 不僅僅是酒量好 這個還要有狹義精神 賴清德近日不停點名韓國瑜 誰向令狐冲 誰酒量好 什麼都要比 兩人早就隔空 不停交禍 我不覺得賴清德酒量比我好 他酒量比我好是一定的 喝酒我一定輸他的 我也不覺得賴清德 個性比我豁達 個性有沒有比我豁達 這個要相處才知道 我感覺他自己認為是令狐冲 但真的個性 我想我比他更像 好不好 當然他有很多特色 是跟令狐冲是一樣的 當然他說他比我更像令狐冲 這個我們就尊重 兩人較勁意味農 但賴清德還是稱讚 韓國瑜是百年難得一見的 政治奇才 希望2020兩人能來一場正面對決 韓市長不選的話 的確會讓人失望 我聽到這個消息 的確是難掩失望 難掩失望 不要這樣子 前院長想選總統 你就告訴台灣人民 你會給台灣人民帶來什麼樣的日子 賴清德似乎把韓國瑜 當成最強對手 韓國瑜卻不領情 直說怎麼要選總統了 才來誇我呢 雖然局勢還未定 兩人早已開始較勁 記得彰化採訪報導 我們這次聽見 大家都知道